今天早上的八点多钟 南京市应天大街高架和杨子江大道的交界处 突然被倒上了两堆建筑垃圾 路面交通随之受到了不小的影响 继续现场报道 在现场 两堆数吨重的建筑垃圾接接实实 堆在了应天大街高架最右侧的车道上 过往车辆见状后 纷纷提前改道躲避 建业区的城管部门接报后 迅速派人赶到现场进行了处置 一位城管工作人员表示 高架车速快 车流量大 居然被偷盗扎土的违规者盯上 他们始料未及 随后城管部门调来 人力和保洁车辆对两堆建筑垃圾进行了清理 此前有目击者看到的确有扎土车在凌晨把土倒上高架 不过对此城管部门没有证实 目前他们正通过监控等手段追查肇事者 对举报偷盗行为的市民则开出了5000元的巨额奖励 江苏城这频道为您报道 不须得翻唱会